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见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说分成两组啊 对吧 我这里面先写个二 来看变化啊 你看 看在这个一二了吗 有什么特点呢 你看看 这个非洲赛呢 他外围都有一个什么呀 说都有一个边框啊 非洲赛的标签 他是默认带有边框的 听到了没啊 他是默认带有这个边框的 把这个一定要记住 能明白不 好了 那现在来看一下 他说呀 是不是对当前的 因为进行分组 还可以进行嵌套啊 人家说一个非洲赛的里面 我们再可以去嵌套读 能明白没有啊 你看得让他去刷新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一个呀 只不过就比较小了 我没写的数字 明白了没有 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嵌套 这就是非洲赛 他的作用就是对表面进行分组的 问了一点什么意思没有啊 关键的还有一点 什么一点呢 就是这个标题啊 人家说个人信息 还有其他信息啊 你这个标题怎么做呀 分赛是来分组的 我们来看啊 第二个标签叫做Legend 看到了没啊 Legend 他这个是对积方式 看到了没啊 是左中右啊 还有还有这个两个类集 咱不说这个啊 那Legend呢呀 他是作为非洲赛的一个标题 叫做表单字段记标题 啊 这个就是表单字段记嘛 看到了没啊 他是表单字段记标题 啊 那么来试一下吧 这个怎么实现呢 记住啊 他放着的位置 咱们一般情况下 就是放在非洲赛的第一个字元素 那明白了没啊 我写个Legend 看到了没啊 他不是叫个人信息 是吧 个人信息 看到了没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叫做 其他信息啊 其他信息啊 其他信息 看到了没啊 你保存在这刷新 你看变化啊 看到了没 你看啊 你看啊 你只要用它来做的 你看看这个文字 自动就跑在哪了呀 是不是就是这个 左上角 跑在这个线站了呀 能理解了没啊 哎 他就是通过这个 Futal Site来做的 能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你比如说 人家这个个人 其他信息里面 你看看说包括你喜欢这个表单 怎么运动和建议 看到了没啊 那你写的时候怎么写啊 他是不是在这里面又干嘛了呀 这是Legend 是标题 对不对啊 他这里面是不是应该还是存在什么呀 Futal Site 对不对啊 再来一个Legend 这是什么呀 喜不喜欢 这个表单呢 是吧 就这样吧 这表单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 然后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呀 我再写一个Futal Site 再来一个Legend 就是你喜欢的什么 喜欢的 爱好啊 喜欢的 运动的 哦 运动 还有一个Futal Site 什么呀 啊 去写下你的建议 我这个结构你能看明白不呀 Legend 叫什么建议是吧 嗯 看到了没啊 你看我这一个Futal Site里面 是不是嵌到了三个Futal Site呀 对吧 你保存在这刷新 你看没有啊 有没有啊 这里面是不是分成三个版画啊 看到了没啊 哎 这就是它的作用 就是对表单进行分组的 能理解了没 嗯 那这样你看一下啊 人家这个呀 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什么特点呢 就是有一条边框 看到了没啊 有左右和下面有吗 没有 那这个怎么办呢 想个办法 我这呢 直接给这个Futal Site干嘛呀 把这个边框先去掉 然后再加上一条上边框 一像素Solid 看到了没啊 那现在你保存在那刷新 看没有啊 管事不呀 是完全是管事的呀 对不对啊 但是 你来看啊 左侧还有那个边框吗 没有 没了 但是说没了呀 对吧 你看人家这个左侧是不是有点的呀 这是什么情况啊 因为你这个标题它是不是贴的最左侧呢 标题属不属于Futal Site里面的子元素 属于 属于 你想让子元素 我 右走 你 是不是可以给这个Futal Site加什么呀 爬你 上下比如说0 左右为10像素 看到了没啊 别再探紧就行了呀 在这边刷新 你看看 有了没有 只好是不是也把下面这个都挤过来了呀 这个能看明白不 有时候你把标题数往又挤了一点啊 能明白不 哦 再来我会再问你一个吧 哦 它这经济比较小 比如说个人信息的 看到了没啊 我想让它间距比较大 我感觉现在这个间距太小了 我可以给这个Lightning加什么呀 你比如说Punding 是不是让这个区域变大呀 左右比较是像素 你看管是不是在这刷新 可以不呀 因为它是不是站的宽是比较多了呀 嗯 能理解过 尽量用 还是用Punding 明白什么意思没有 嗯 好了 那这样呢 你是不是就把它直接给分出来了呀 对吧 好了下面你就写这个 看到了没啊 下面写这个 一会儿呢 我告诉你咱们后期的表单 应该怎么去写 听到了没啊 一个正规的写表单的一个方法啊 好了 现在你就把这个FuSide自己写一下啊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 那下面呢 咱们就写写里面的一些东西 啊 你看看第一个姓名 怎么写啊这个 你不用写了 你看看 怎么写啊这个 这就是不是怎么画啊 对吧 那你写的时候怎么写啊 它是不是应该是在第一个FuSide里面的呀 嗯 记住 在以后写表单的时候 每一行 每一行 给它嵌套在一个P标签里面 听到了没有 写在DNA也行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用的是P标签 明白了没有 能理解不 就是每一行 每一行 方便咱们去做布局一些 能明白不 我给它写个姓名 后面呢 我是不是加一个input框啊 对吧 是不是就把本框就行了呀 包存在这刷新 有了没有 你这是不是可以往里面去输入信息了呀 对不对啊 那现在我问你啊 假如说现在啊 这一个P标签里面 没有姓名的情况下 那你知道它这个文母框是干嘛的吧 就给你放一个文母框 你知道它是干啥的吗 不知道 你放了姓名 它才 我们是不是才知道送你名字的呀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个姓名 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 在这呢 我给大家补出一个新的标签 啊 这个标签是咱们第三个 啊 叫做 Label 啊 叫做Label 看到了没有 嗯 那什么概念呢 其实写代码呀 还是本着一个叫做 语仪画 叫做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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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刚才写的不是他吗 是吧 嗯 来看来看来看 那现在这样啊 我给大家去说一下 有点这个Label啊 为什么要把这个姓名放在这个Label里面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写代码 语仪画 什么叫语仪画呀 有人这个搜尹形的检索到咱们代码的时候 你比如说把这个姓名书放在Label里面了 嗯 嗯 那么他认为这是提示 信息 能理解没呀 嗯 尴尬的都这么去写下 别直接把文本随便去放去 听到了没啊 放在一个Label里面 能明白吗 那这个Label啊 他除了做这个提示信息啊 还有个负数性 看到了吧 看到了没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看看啊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 我先问你吧 你看看 你要往里边输入信息 怎么输入啊 你是不是得点一下呀 点一下你是不是让它聚焦之后 才能往里边去输入信息呢呀 对不对呀 那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 有的时候啊 你比如在手机上 你不点这个文本框 因为手机拿这个是不是特别窄呀 你不用点文本框 你点这个提示信息 它后面东西也能聚焦 见没见过呀 有没有见过呀 你比如点这个姓名 后面也直接聚焦了 那这个效果怎么做的呀 它就是通过这个label 通过label 有这个label啊 它可以绑定 对应的标签的什么呀 ID名 能理解没有呀 那这个怎么做呀 你比如现在 这是不是一个input的呀 对不对呀 那我们 你看看人家写的那样 说绑定空间ID名啊 那是不是得给它写一个ID名啊 对吧 写一个ID 看什么呀 能直接用内蒙吗 你内蒙是不是属于一个属性啊 对吧 我这写个 有的内蒙行不行啊 可以不呀 你看现在呢 我这做的时候 是不是你这也写上一个什么呀 游泽 name 包孙在这刷新 你看到我点姓名的时候 看到了没有呀 后面是不是直接就聚焦了呀 能理解和姓名 再来看第二个 地址 一样不合这个 还是写在一个什么标签里面 P标签 我这呢 写一个 label 然后在这写一个 地址 是不是呀 后面你是不是写的是input的呀 input 喂 还是test吧 ID名 adress呀 人家别用adress adress呀 你看看啊 看到这个adress了吗 它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标签呀 对吧 在这个 后续呢 其实这个东西 adress 标签咱们一般情况下 用的不是特别多 明白没呀 但它有种模标签啊 你这用 用的时候尽量就别这么用了 换个名字叫什么呀 就地址就行了 然后你这写的时候 是不是就地址啊 对吧 再让它刷新 你看我点的时候 是不是也一样了 对吧 再来 怎么写这个 是不是下来太难了 那来看 你看这儿出生 是不是也是提着信息呀 来看啊 也是拼标签 还是把这个label的时候放在这儿啊 让我写一个啊 出生 你想想啊 这个我还用做id的绑定吗 你绑定谁呀 你点这个出生 你 你是不是还得按照去选你这个年月日记呀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做法定的给它干掉就行 否则不要了 但是label得已存在 听到没有 label别闪 不就是提着信息吗 能理解不要 然后后面 写上了 slag的 对不对啊 比如这是选择你的 什么样 日期 对吧 日期 对不对 还是正常的 年月日 年份 行不行啊 里面就是 option 就是啊 去选择你的年份 知道吗 我写一个 我看这个可以有这个 这个看行不行啊 也行 看了一二三五六七八九了吗 写个 一九九 行不行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选择的什么年份啊 再来一个 年什么 月份啊 slag的 然后呢 这里面还是 不是 是不是啊 一月份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来看 option 二月份呢 减写了什么呀 VB 再来一个 好 就到这儿啊 就到二月份了 算 写一行吗 谢谢 浪费脑细胞啊 你看看 我只剩你呢 你看看 我是记不住了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下面下面下面 我是为了和这个下面 给它做一个区分啊 不是塞个绳子 不是塞个绳子 塞个绳子 slag的对吧 然后后边是 欧布审 是吧 这写数字吧 有没有 行行行 这样吧 我直接给它写个 刀子符里面是 乘以 十 行行啊 就这样吧 那现在保存在这儿呢 去刷新一下 你看看 就是这样的呀 哎 你看对不起的 怎么办 我跟你说过没 我这对不起 有的时候表达元素 对不起 向下挫着 怎么才能对齐啊 对 你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想到的 就是浮动 听到了没啊 就是浮动 行 我现在不说了这个啊 好 来看下面啊 下面呢 人家让咱们选择是 咱们换了吧 行不行 咱给它换成单选按钮 行不行 好了 那你看看 性别 首先还是 你在这写一个什么呀 T标签 性别是提出信息不 是吧 所以说还是得写上 I label 然后这写一个 性别 是不是呀 后面你是不是就选择 男或者女了呀 爱 然后就是 input re type 是不是 re re 是不是呀 然后呢 这我写一个 男 看到了没 那现在你想一下啊 绑定谁呀 否用绑定吗 不绑定 但是男和女呢 他是不是也是提出信息呀 所以说你绑定的是谁呀 绑定的是男 男或者是女呀 能理解不呀 我点男是不是这个是被选中的呀 能明白不 来看 下面一个 我们这是不是写个女就行吧呀 女 好了我说单选按钮 什么保持一致 是不是 内幕保持一致啊 对吧 内幕 起个名字啊 size 这个随便写 听懂了没呀 不一定用size 哎呦 哎呦 碰到一下 三 是不是这样的呀 保存来看啊 在这边刷新 你看到我点那个男 哎 哎 啥呀 我哪绑定了 哪绑定了 付我说不用 绑定他的什么名吗 说绑定ID名吗 刚才我说的是不是内幕 咱们每一组绑是一致啊 对吧 哎 你就把这写上啊 知道什么呀 哎 ID 那这个呢 就叫问吧 听不听啊 下面呢 ID 都行是不是啊 这是 无闷是吧 在这边去 刷新 点击男 女 男 女 看到了没呀 这样是不是你点这个 点这个 文字就行了呀 明白了没呀 哎 这就是 它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显示状态 啊 记好了 那在这里面啊 关键点就是单选按钮里边的 什么要保持一致 是不是内幕只是保持一致啊 对不对啊 哎 还有一个啊 我在这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啊 呃 第一个 它确实是有选择上的一些原因 啊 是不是这样保持一致 就可以做这样的切换了呀 对不对啊 还有 大家想想获取数据的时候 它因为本来就是一组嘛 对不对呀 你点男或者点女 你这个信息是不是 它得做后台收录的呀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得让它保持一致 它保持一致 从这当前 比如说size里边某一个值 你选男 那么保存就是男那个值 你选女就是女这个值 它这个所针对的元素是一样的 能理解什么意思没呀 每一组一定保持一致啊 好了 那下面这几个是不是就和我刚才写的是一样的了呀 对不对啊 这是多选 它这个绑定方法和这个男后女是一样的 绑定后面这个选项去 听到了没呀 这个我就不带大家去写了 啊 啊